跟团赴欧洲12日游 结果深夜被扔在意大利街头 一群游客站在路边等候 近日 有游客发视频吐槽自己不久前 跟团去欧洲旅游的不愉快经历 还称司机走错了路 导致他们行程中有的景点没去 有的景点特别感 实际与行程计划严重不符 6月21日 重新旅游方面回应称 因为派车公司临时出现了问题 所以临时调配了车 结果司机不熟路 导致游客有很不好的感受 游客深夜滞留在意大利街头 是因为司机比较轴 不接受加班 后来旅行社安排了 其他司机开车来接游客 此前 旅行社在境外就给客人做了弥补 也会进一步给游客 更好的解决方案 游客吐槽 深夜被扔意大利街头 6月19日 有游客发视频吐槽称 他们在抱团参加欧洲12日游时 深夜被扔在了意大利街头 相关视频显示 夜色中一群人站在路边在交谈 拍摄者称 我们所有人被司机扔在了意大利街头 已经是当地时间晚上10点半了 视频发布者发文称 他们抱团参加了重信旅游的欧洲12日游 事发当天 他们在意大利 上午 有旅行团的团员打开导航 发现大巴车司机走错了路 提了出来 但司机还是执意按错路走 结果旅行团没有按时到达景点 导致当天的行程延误 到了晚上 司机没等车上的游客 而是直接开车将行李拉走了 导致所有人滞留意大利街头 从晚上9点 一直等到10点半 旅行社才又派车来接他们回酒店 该网友还称 他们有两个免税店没去 有的景点没去 有的景点也特别赶 与行程计划严重不符 视频发布者还发出了旅行社给出的解决方案 方案称 该团是2023年5月31日出发的 巅峰荣耀欧洲12日旅游团 本团行程中因 意大利段 司机过于坚持 按当地法规和自己的抑制行动 导致行程计划中的尼斯 未能参观 且司机对路况不熟 行程计划的执行不顺畅 顾客对司机服务的满意度差 问题发生后 旅行社在境外尽力解决 除了多次额外支付车费 更换车辆等成本外 给顾客额外安排了维罗纳游览 增加了黄金大运河项目 车行负责人前往团队所在地 诚之道歉 另外 还加赠了西餐厅套餐和红酒 取得了全团顾客谅解 并签署了谅解协议 遗憾的是 随后司机服务再次出现问题 致使回国后 顾客发起二次投诉 对此 旅行社针对司机服务问题 赔偿团款5%作为补偿 对于这一赔偿方案 视频发布者称 取得全团谅解 都没笑死我 没人谅解它 6月21日 吉姆新闻记者尝试联系 视频发布者 未获回应 其他游客吐槽称 也有类似遭遇 吉姆新闻记者注意到 另有多名游客反应 他们报了类似行程的欧洲旅行团 也有类似的遭遇 其中一名游客 告诉吉姆新闻记者 他们报的是5月23日出发的旅行团 5月30日在法国游览 当天上午10点左右 一车游客才出发 大巴车抵达景点后 因为迟迟没有找到厕所 加上午餐是自行安排 他和丈夫向导游提出 在路边一餐厅用餐 并解决内疾 当时导游答应了 该乘客也在微信群里 告知了这一请求 导游回复 可以 当两人用完餐 准备跟旅行团会合时 导游来电询问 他们在哪 带两人用了8分钟左右 赶到集合地点 却遭到部分团友 私自托团的指责 我们并没有私自托团 跟导游打了招呼 该游客称 他事后跟其他团友沟通 才得知 当时大巴车已经开走了 他和丈夫被落在了景点 之后 大巴车又返回来接他们 当天下午 旅行团来到行程单上的 阿尔勒游览后 大巴司机称 因为第二天早上 旅行团要赶火车前往巴黎 根据当地的法律规定 旅行团必须要在当天傍晚6点半赶回酒店 才能保证次日早上顺利出发 司机表示 如果继续按照计划走完当天的行程 则无法在傍晚6点半赶回酒店 因此 他不愿意继续开往下一个景点 最后 大巴车在阿尔勒滞留了三个小时 导致他们未能游玩行程中的阿维尼翁 到了最后 我们晚上9点多才到酒店 该游客和其他团友称 该旅行团的另一团友 告诉吉姆新闻记者 他们理解司机要遵守法律法规 但导游要充分考虑到这些问题来安排行程 但司机几乎一直在超时 所以大家认为行程安排有问题 回国后 该旅行团的部分团友 还在和旅行社交涉 旅行社称 国外司机不接受加班 6月21日 吉姆新闻记者联系重信旅游 其相关负责人回应称 这两天 他一直在处理5月31日出发的旅行团的相关投诉 至于5月23日出发的旅行团 他还需要去了解 该负责人称 欧洲旅游刚刚复苏 很多的链条需要旅行社重新梳理 事发当天 负责派车的公司临时出现了问题 旅行社临时调配了车 但司机不熟路 导致游客有很不好的感受 至于游客俗称 被扔在意大利街头 因为在欧洲很多国家 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 这里的人不能接受加班 每天的工作时长不能超 另外 当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很严格 这也是考虑到安全问题 所以 当天该司机没有等这些游客 事后 旅行社又派了其他车辆去接游客 当地派车公司的负责人 也第一时间赶到旅行团所在地致歉 派车公司也对设施司机予以了惩罚 该负责人称 旅行社在境外已经给客人做了弥补 比如安排了其他行程 免费安排了海鲜餐 赠送了礼物 但该旅行团在快要回国的时候 他们派新的车去接客人 结果路上又发生车祸 不好的事情碰到一起 导致客人回国之后 在网上反应体验不好 公司也非常理解 对此 公司的客宿部门非常重视 这些天都在和客人保持沟通 会进一步给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记者提出 为何其他旅行团也诉称 有了类似遭遇 能否在行程设计 车辆安排方面 提前规避这些问题 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呢 该负责人表示 会考虑这些问题进行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一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Img黄 一期待 打执不赖 吓 打执不赖 放入 转发